这个萨尔玛特呢 俄罗斯的国防部是这样讲 他说这是一个世界上威力最大 以及射程也是最远的飞弹 这个时间点来亮相 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来 瑞德哥 这个萨尔玛特呢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呢 到底强不强大 强大 非常强大 但问题是 是不是像俄罗斯他们宣传的这个样子呢 不是这个样子 可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宣传 因为他在这个时候 必须扭转他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的 一再的不顺利 一再的攻打不下来 56天连马力波都打不下来的窘况 所以他必须在这个时候呢 强调试射 我这个萨玛尔特呢 有多棒有多棒 跟各位解释一下 如果你单就这个飞弹的 这个等于说杀伤力的话 真的是很可怕 为什么呢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射程超过5500公里以上 叫做洲际弹道飞弹 那么他总共有200多公顿 射上去以后 其实他就是一个火箭 射上去了以后呢 号称那么可以射到 11000到12000公里外 就是可以直接打到美国本土啊 然后他带有10枚的重型的核子弹头 或者是16枚的轻型核子弹头 意思就是他不是一枚核子武器而已 他会弹头整个撒出去了以后 最大最大杀伤力可以造成像 我们通常用法国国土 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啊 造成他的这个等于说杀伤啊 可是瑞德哥我打岔一下 你说法国国土 这也是他们宣传的对不对 那我就看到了 我好奇说法国国土究竟有多大 我就去查了一下 法国国土面积是54万3000多平方公里 没错 台湾的15倍大 那不就是地球要毁灭了吗 他敢打吗 事实上呢 那么我们讲的所谓法国土 是指他爆炸的时候的影响所及的这个土地 重点来了 那他不是又加了一句话说 要让那些西方国家三思而后行吗 我告诉你 就在同时美国白宫发言人不是出来讲说 事先有召会吗 为什么有召会 因为很简单 美国跟俄罗斯本身就有 这个大概十几年前就有缔约 那么双方在发射这样的一个飞弹的时候呢 除了对双方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洲际弹道呢 那弹道飞弹呢 只有数量上的限制之外 你每次事先要召会一下 为什么 我猛力 你试射这么恐怖的东西啊 如果你不召会了一下 就好像那个白宫跟这个克里姆林宫之间的 这个热线意思是一样的 我怎么知道你要干嘛 你知道吗 万一你射到我这边来怎么办 引起误会两边对打会怎么办吗 所以事先有召会 这次是一个这个相关的试射行动 所以总共飞了快五千多公里 快六千公里嘛 那么他俄罗斯的说法是说 他平安降落等等了 就是事实是OK啦 那他他为什么要恫恨你说 像国土像法国那么大 因为我十几枚的核子弹头 如果分裂出来 悬不出去的话 我杀伤力就这么大哦 你们要小心一点 不过我说的是 他如果真的这样做 他号称他射程很远 然后呢速度很快 在地球上的这个 任何的飞弹防御系统呢 都没有办法把它拦截下 听起来很可怕 可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这么大的一个飞弹 两百多公顿射出来了以后 只要他带的不是核子弹头 那我告诉你 他就跟之前的那个 极音速飞弹一样 他不是发射了 跟乌克兰发射了两枚 极音速飞弹吗 也是号称 那么这些所谓的 飞弹防御系统 因为你的飞弹防御系统 你没有像极音速飞弹一样 速度这么快嘛 所以呢你也拦他不下来啊 但是他的飞弹 那个他的相关的 这个极音速飞弹打哪里 打乌克兰的一个 我记得还打的说是弹药库嘛 一个说是燃药库嘛 有什么用 跟一般飞弹打 没有什么两样 就是迫害力大一点而已 那为什么这样说啊 各位 因为很简单 洲际弹道飞弹 有一个昵称叫 世界末日飞弹 当你用洲际弹道飞弹 上面用核弹 然后呢你不是试射 以前还可以试射 对不对 可以在那个哪里 太平洋 哪岛国试射 现在你如果真的打到 比如说你真的飞到美国的话 我告诉各位 他如果真的要打美国的白宫 可能飞弹还没有飞到白宫 他的末时科已经先被美国 用核弹砍炸掉了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要讲相关的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的话 美国不会比你差 再补充一下 他可以搭载10到 10个所谓的分弹头 跟16个所谓的小型的核子弹头 那这些弹头呢 威力加起来多大呢 不大啦 是大概以前的 广岛跟长吉的2000倍 威力很大 这个是我们训练的说 那这么大的威力的核子弹 如果说核子飞弹 那一枚射过去 可以造成2000倍 这个广岛长期的一些威力 那我们要反问一句 那敢不敢用 那这个所谓的 洲际弹道飞弹所谓的分弹头 那个叫所谓的 独立冲翻载具 那英文叫NIRVS 然后换句话说呢 一枚飞弹射上去之后 然后落到大线 然后落到你的头上 它可能分成10个 或是16枚的子弹头 这个叫所谓NIRV 那英文叫独立重翻载具 那这个呢会造成 防守方的困难 你到底要打哪一枚 你打哪一枚都不是 那还好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影片来看 这个所谓的萨尔玛特 好像是所谓陆基 那陆基的话 它就是放在 所谓的地下的 我们叫发射弹药库 从地下的发射轿 发射出来 那地下的沿体说真的 早就被卫星所标定 这个是所谓陆基 洲际弹道飞弹的缺点 那第二点的话 其实这个所谓的萨尔玛特 它是所谓添加液体燃料 那液体燃料的话 除非 除非你原本就已经添加完了 否则的话 你要再添加这个液体燃料 其实会给对方 尤其是美国会有预警的事件 那就是因为 因为它的射程很长 可以从俄罗斯打到欧洲 或者是美洲 都没有关系 但是呢 在这个天空上 太空上 其实美国有 也有所谓的战略预警卫星 换句话说 你不管是俄罗斯 或是法国 甚至英国 你打上去核弹 你只要突入大气阵 其实美国的预警卫星 都能提前增值 这个是洲际弹道的缺点 尤其是所谓陆境弹道飞弹 所以其实过往 在维持所谓的核子 嚇阻三角的话 其实他们 因为美苏两国 都会把这个核子中心 放在所谓的核子潜舰上 因为核子潜舰 你出去之后 说真的 连美国或当事国都不知道 它会跑去哪里 这个会增加了嚇阻力 那当然 你说陆基弹道飞弹 其实美国也有 美国他们 原本是用所谓 异用兵三型 那现阶段 他们改为测试 叫LGM-35 这个所谓哨兵飞弹 这个也是陆基型的弹道飞弹 但是 所谓的陆基型弹道飞弹 都是算是补充 美国能还是 侧重它的核子潜舰 那相对来讲 其实俄罗斯的核子潜舰 虽然说北风制胜等等 这些核子潜舰 但是它的数量 没有美国来得多 所以其实 它的核子 赫阻卫力 说真的 反而都没有美国来得多 而且 不要忘记 美国他们还在发展 各式各样的 飞弹男主措施 所以其实 就不管是 工或房来讲 其实美国 是比较占优势的 好 来 玉珊老师要做补充 俄国在这个时候 试射这个萨尔玛特 我觉得有几个 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先这样 来推论 来类比好了 为什么呢 北韩过去 到试射相关的飞弹 它的目的到底 是为了什么 它是为了达成战略 嚇阻跟心理动恶的效果 我们说金小胖 每隔一段时间 这阵子 基本上北韩 也传出来 试射相关导弹的消息 但另外很重要的地方 我补充是 在之前 新台湾加油节目中 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俄国 基本上也要构成 同样的威胁 刚才主持人 刚才贵亚讲得非常好 他为什么大内宣要说 或是大外宣说 整个法国 整个法国 58万平方公里 大概跟哪个国家一样大 各位猜猜看 跟乌克兰差不多大了 乌克兰是60万平方公里嘛 所以呢 这具有这个呢 心理嚇阻 还有呢 这个宣传的效果 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 跟印太战有什么关系呢 中共的094跟095 最喜欢穿透了 巴士海峡 它上面呢 所部署的巨浪2跟巨浪3 也是战略导弹 因为呢 穿透巴士海峡 突破第一岛地的时候 它的这个战略导弹呢 就可以射到美国本土 所以呢 一样对呢 美国构成重大的心理嚇阻效果 结论很简单 为什么这个时候 像瑞德哥所说的 平常不试射 虽然美国说呢 是例行性的试射 当然有它实际上的 这个巧合 什么意思呢 战场虽然失利 但是呢 我城市不足 我败事有余 什么地方呢 我就是拥有呢 这样的战略导弹 对全世界 特别对乌克兰 我一开始说这样的 为什么故意要讲法国 我不认为 它绝对可以毁灭掉 这么大的面积了 其实呢 巷装武器 意在配空 告诉大家 我这个核实武器的毁灭程度呢 相当于乌克兰这么大 泽伦斯基 如果再抵抗下去的话 你要考虑一下 北约跟美国的盟国呢 在驰援呢 乌克兰的时候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这个毁灭性 所带来的效果啦